大概重点就是第一个我们用的这个 input 这个是你这个 input 一定要input 这个OS 如果你没有input 它 你这个OS.work 会失效 会找不到 因为它是一个外部的一个 module 所以你要input 它 然后才能够使用OS.work 然后面记得给它一个资料夹目录 OK 资料夹的路径 如果说中间有那个反斜线 记得前面加一个小 R OK 那它会返回给我们就是 这个目录里面的所有档案的串列 所有资料夹的串列 这个路程就是 其实你会发现路程我印象中就是 把这个路径就放在这个路程里面 所以基本上那你这有点像多词一曲 不过它一定会返回三个东西 这个是OS.work 它一定会返回的东西 所以你前面一定要有三个都要接 你不能只有它给你三个对不对 你要有三个变数去接它 你不能说我只有给两个变数 不行 会发生错误 因为OS.work 的规则就是这样子 你要三个都接到 其中这个是一个字串 这两个是一个串列 OK 那这来的话就是for each的写法 在这个files串列里面的每一个档案 我都一个一个读到file这个变数里面 所以读过来的话它会是 file里面都会放那个字串 三重点tst 下一个就是中立点tst 一直往下 OK 那我们就把它串到后面 这个就是一个完整路径 放在这边开启 然后读进来到这边 所以c里面就是三重里面所有的那些字串 然后最后的话用写出去 写这边的话就a模式 未来如果说你要写档的话 就是如果不复写就w 不过以这一题你用w的话 它最后变成只有file 3 前面都被盖过去 再来就是把它write出去 但是我刚刚讲过 如果你现在执行一次 它ok 可是下一次再执行 它还是合并 可是其实它会一直不断的膨胀 那怎么办呢 有没有 必须怎么样 第一个你先检查 它这个档案是不是存在 第二个的话如果存在的话 就把它删掉 那程式该如何撰写 其实也非常简单 两行搞定 你只需要学会 所以OS里面有蛮多方法 你可以再学习 我印象中我有把 那个OS的这个相关的那个方法 帮各位列在这里 OS套件 它里面的相关的那个重要 比如说包含 建立资料夹 删除资料夹 还有重新命名 移除 檔案 还有这个刚刚用到的 OS.work 另外的话检查目录是否存在 所以其实我们待会可以用逻辑判断 检查一下是否存在 如果为true的时候呢 就把它remove掉 就ok了 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 怎么写 其实很简单 第一个在这个第二行的地方打一个if if什么呢 OS.pass 就是在这个路径底下去检查 有没有存在 就exist 有没有 然后呢这个路径的话就是给它什么 给它这个 这个open 我们这个 这个路径底下的这个是否 所以其实很简单把它复制一下吧 最最简单 贴到哪里呢 贴到这里 检查一下这个东西有没有存在 如果存在的话呢 那我就把它删掉 那怎么删掉 OS 点什么呢 点remove 对吧 remove出来打个r enter 小瓜糊 然后哪一个remove呢 很简单嘛 把这一串怎么样 复制下来比较好 好 程式写完了 ok 所以你会发现 如果以后不存在 就补领募吧 ok 然后我们还run一下 到底要不ok 执行一下 所以现在看一下 目前它不断膨胀 那现在我多run几下了 反正它合并成功了 刚刚会越来越多对不对 我多run 你应该如果不成功 它应该会越来越大 可是现在会不会越来越大 你会发现 都是86k 为什么 因为它是先check 有 就删掉 有 就删掉 这样就ok了 而且你会发现 好不好记 其实应该还蛮好记的吧 有个人特别背吧 oves.paste 后面加exist 把那个档给它就可以了 它就帮你check一下 如果存在 那就remove down 就ok了 所以这些方法的话 我觉得还蛮实用的 所以oves.paste 里面有一些蛮重要的东西 刚开始也许 你不会没关系 至少将来你要找得到 ok 常用的不外物就是说 你要检查某个档案 或某个目录是否存在 ok里面也有 还有就是说呢 你要建立目录像mkdir ok 像remove的目录你也可以rmdir 这些其实都还蛮常用到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吧 再来的话后面 这个衍生的练习题 也是同学问的说 老师那个既然这边可以合并 那是不是应该合并完之后 就可以把这些都删光光 所以第一个是合并完 把分割的东西 就合并到都删掉 留一下o 然后留下o之后的话呢 最好再写另外一个 一个module 就是可以run之后的话 可以把这个呢 又把它分割回去 就又恢复 然后把o又删掉 就是变成说 你按这个 它留下o 合并完 然后你按 就执行另外一个 它又把这个o删掉 然后把它又恢复回来 ok 所以有可以合并变o 分割又恢复了 ok 怎么写 有点难度 程式其实我已经写好 所以我看一下 这边有分割 但是特别注意 因为我为了说要 因为将来会有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这里面变成我要从哪边切 我没有力 所以后来我想一个办法 怎么样呢 我就是在这边 多加一个换行 也就是说 在某一区跟某一区中间 多一个换行 那也就是以后我就抓两个换行 表示就存一个档 两个换行 存一个档 有没有 然后直到没有维持 ok 所以会多这个动作 把那个 一个档跟一个档中间 多一个换行 然后把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那执行出去之后的话 那我们可以看到 这边就是 打开 有没有 在这边三重跟中立 那就一个档 所以我之后可以怎么呢 我就 有点像模拟 那个我们自己人工一样 就是找 找什么呢 从这个档案的开头 找到如果下一个换行 两个的话 把这个范围资料 把它怎么样 存到 一个变数里面 然后呢 把它write出去 存档 那档名呢 就叫什么呢 叫三重 所以我可以算出来 它的位置 大概我记得好像这个位置 好像16还是17吧 所以把这个 这两个字呢 把它写出一个档名 然后刚好呢 它的这个档名 刚好位置都一样 所以我只要抓到 我要输出的这两个字 那我就可以分割 所以我看一下 我应该这个已经写好了 就是 这边有一个分割 写完 程式大概也就是这些 11号 跟合并跟分割一样 我们看一下 理论上应该OK 就是把它全部合并回去 把它分割合并 不确定 我run一下 OK 分割完成了 看一下 我分出去了 那合并 再把它合 所以这样看会比较清楚 还是各位先run一下 我们待会再来看怎么合 先把它这个remove掉 然后想想看怎么把它分割 画面先还给各位 是